嗨哈喽大家好我是空调哥今天来修一台商业的空调 package unit在5点钟 我们现在已经刚刚拆出来 它机器呢之前呢是不启动 为什么不启动呢 它是Dermosted的Lowbox空调头那边控制的 里面的空调头 它的控制线其中有一根是没有电压 为什么没有电压呢 因为它连接一个cut in cut out的那个sensor 当压力过高或过低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切断 所以说呢现在测试一下 这两根线 这两根线现在是bypass bypass呢就很直接jump 测试一下说明它的压缩机 一会再讲一下它的压力 它要么压力过低 它cut out了 要么就压力过高cut out了 再量一下如果压力没问题的话 就直接可以用bypass 因为这个是很老机器的 像这个cut in cut out的part已经没有掉 下次再坏的话呢 它就应该整台更换了 因为这个老子连part都找不到了 OK 现在已经bypass了以后 机器开始一切运转正常了 我们来现在测试一下 它是多少度出风口 它的压力刚才我们检测正常了 55度 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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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度 OK check 另外一个出风口 59度 稍高一点 58度 可能管道比较长 一切很正常 所以说什么呢 它机器已经34年的机器了 它的cut in cut out的那个sensor 就已经停产了 没得亏了 所以只要检查它的压力没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bypass 现在everything is working awesome 所以说这个新手的技术员们 有时得变通一下 因为那个part已经找不到了 它下一次再有问题的话 它就直接只能更换机器了 好 现在 这台机就修到到此为止了 因为这台机别人都不愿意修 我们现在把它修好 我们很高兴 OK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